關於這個住院陪病探病急診留關的 醫護人 最後的醫護人員免除篩檢的條件 我們大概這兩天也發文到各縣市衛生局 轉至醫療院所 那14日期就依各醫院的公告辦理 適用的對象 剛才講過了 就是在住院的 病人 陪病者 探病者 醫療照護人員 然後採檢人員 急診留關24小時以上的 病人及其陪病者 那這些一般我們是有 要求要做篩檢 那但是呢 他如果本身為確診者 且已解除隔離 而且符合距發病日 或採檢陽性日 那採檢陽性日指的是說 沒有症狀者 因為他沒有那個特別的一個發病 日 在距發病日或採檢陽性日15天以上 至3個月內 得免除相關入院篩檢及定期篩檢的規定